今天天气不错 带着女儿出来溜达溜达 婆婆跟公公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小姑子的问题 然后今天又跟受那个小姑子老公的邀请 去德黑兰郊区的一个房子里边去度假了 然后顺便调黄河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跟老公就带着女儿来家门口的一个小公园里头 溜达一下带孩子放松一下 因为疫情期间一直都是在家里边没有带孩子出来过 趁现在过年人很少就带着他出来了 其实我小姑子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呀 之前我老公是介绍他这个朋友 跟大姨家的女儿认识的 因为之前小姑子跟这个朋友有过不愉快 所以说我老公就跟大姨的女儿说 你先不要告诉我妹 你先自己处一处 如果你觉得跟他能处得来的话的话 然后你们再公布 如果处不来的话 你就不要说这个事情了 之后这个女孩跟那个男生见完之后 就觉得俩人很聊得来 就想在一起 差不多准备双方父母见面的时候 我婆婆跟我小姑子说了 我小姑子还说在开玩笑 那天刚好我小姑子就去了大姨女儿的照相馆 然后说我妈妈今天说明天要双方家长见面了 我快笑死了 他一看那个大姨家的女儿没有笑 然后他才发现这个是真的 就一直责为大姨的女儿 你为什么就没有跟我说事情怎么怎么样 然后大姨女儿说是你哥不让说的 而且大姨女儿也没有什么心眼 就是把那个男的之前开的一些 我小姑子的玩笑话说出来了 把我小姑子给气的呀 然后直接把我那个大姨家的女儿也给拉黑了 就从那个照相回来之后没有联系了 然后是订婚的前几天 我老公跟我说 因为我小姑子一直在说那个男生的坏话 然后我公公就有点不开心的感觉 但是我老公就说 那个人还是不错的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举一些例子 我小姑子当天就特别不开心 在家就是在屋里边哭的是惊天冬地 这个事也就算过去了 然后我小姑子动完手住之后 那个下午点有医生要过来跟他清醒嘛 我婆婆就是说 要参加因为是不去的话就很没礼貌 就去了 她说我几点赶回来 但是我婆婆就因为一些事情没有赶回来 然后就是她特别生气 就直接打车回到家里边了 然后就说我婆婆不在乎她 不爱她 任何人都比她严重什么的 到现在我婆婆差不多已经去了 她家有三次了 一直在吃闭门羹 然后今天我小姑子她老公说 换一下情绪直接拉到他们郊区的那个度假 那个房子里边了 然后去今天我婆公婆婆早上一早去了 今天晚上也没有回来住 应该是在那个房子里边去住了 哎呀希望他们还那个 能缓解一下 毕竟是大过年了 但是作为我来说 我这次是真的有点生小姑子气的 就发了一个新年快乐 然后就说我在跟她开玩笑吗 我在讽刺她吗 身体健康 哎呀当时我看完之后 我就真的是震惊了 到现在说实话 我因为这个事情也哭了好几次 到现在也没缓过来劲 我老公妈看到我哭 然后就一直说 她说你 我就跟你说她没有脑子 她说话你不要哭 在心上平常不要对她那么好 但我到现在还是没有缓过来这个劲 然后也不知道我小姑子 跟婆婆和好之后回来的时候 怎么开口跟我小姑子说话 因为我小姑子那天直接发了一句 永远永远不要再跟她说话 让我搞得特别的莫名其妙 哎 反正我感觉我这个心情 也需要缓解一下 才能面对我小姑子 哎 不说了 看看天上的雨 其实树上这个公园 好多这个渔树上的那个 那个鱼 鱼茜啊 小时候真正吃 老好吃了 但是树太高了 够不下来 急得我呀 就是在那树下 干着急 我老公找人 找了一圈 也没找到园丁在哪里 哎 反正这个一朗新年真的是过得超级无比的郁闷 感觉是躺着也中枪的那种感觉 不过还好在我老公过女儿 然后带给我挺多开心的 我老公也一直在开导我 不要让我那么生气 让我看看一点 他说 小姑子 他脑子里头跟正常人的思维不一样 一直在开导我 但是我到现在 真的是还没缓过来劲 亲们你觉得 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啊 哎呀 我真的是有点头疼了 还是跟你陪陪老公女儿 在这散散心 懒得去想这个事情了 看我女儿这边跑来跑去 那边一直有踢球的 然后我老公一直害怕她被踢到 就各种各的 之前也找那个大人呢 说这边小孩子太多了 请你们去稍微远一点地方去踢球 这样的话 不会让小孩子受到伤害 但是这几个人也没有太听 很多家长很害怕 都把孩子挪去其他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是不允许踢球的 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所以说我老公就跟得紧紧的 一直跟着我女儿在这边跑 看我玩累了 俩人在这边吃冰淇淋了 这个伊朗的冰淇淋是真的很好 真的是用纯奶去做出来的 没有加水什么的 全都是用奶 之前我做 我见过他们做那个冰淇淋 也挺便宜的 在这边吃冰淇淋还是能吃得起的 看这公园那个人 也不算多 现在是出来活动的最好时期 再过几天 人都从郊区回来 又要在家闭门了 看我无意中发现了什么 蒲公英啊 虽然吃不了鱼窍了 但是可以吃这个蒲公英啊 你看我已经开始开宅了 这个真的去活消炎比较好 然后我准备蒸一些吃 吃不完的话晒干放到那儿 以后上火可以泡水喝 亲们喜欢吃这个吗 看看 我一个人弄的 因为我 因为伊朗这种野生树 很少有人去采的 我还害怕被人问 所以说就很不好意思 摘了一把 够自己吃就可以了 改天找一个人少的公园 再去采摘一下 其实我还挺喜欢吃那种 白蒲了那种蒸虾 我觉得巨好吃 这个去活的话还是不错的 看我女儿临走之前 又要来这儿看冰淇淋 我老公现在又给她买了一个 然后她俩准备回家 接着吃 我老公的肚子就是这么来的 你看三个口儿的 我现在已经开始上火 中午的蒲公英啦 哇完美出锅了 感觉还是蒸的 稍微时间有点长了 拌一点蒜汁 然后是醋呀香油 我煮好时候还炒了一盆 那个鱿鱼 我老公他晚上是跟他炒 跟我女儿他俩炒了一份米粉 我是吃这个蒸菜 跟鱿鱼吃一点这边的大饼 我要开吃啦 瓜已经吃完了 下期见 班冰淇淋 ision